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妈妈的魔法肚子 阿布在听晚安故事的时候 爸爸告诉他一个秘密 妈妈的肚子有魔法 真的吗?什么魔法? 阿布好奇地问 妈妈的肚子里住了一个宝宝 它会让妈妈的肚子一天天变大 就连妈妈也会和平时不一样呢 阿布决定做一名妈妈观察员 观察魔法肚子带来的神奇变化 观察员阿布发现 妈妈会吃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 就连难吃的鱼也会吃进肚子里 不过,妈妈从来不会忘记给阿布加乎萝卜 以前的妈妈不爱运动 现在的妈妈喜欢和爸爸、阿布一起做运动 以前的妈妈就像一只麻雀 哦,快起床起床 快刷牙,快刷牙 快关电视,快关电视了 现在,妈妈变成了两只麻雀 哥哥今天上学差点迟到了 哥哥怎么这么喜欢看拳击比赛 嗯,哥哥今天早点上床睡觉 哥哥今天晚上吃了两碗米饭 把肚子吃得圆鼓鼓的 哥哥每天都要问我 你什么时候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 宝贝,你有没有发现妈妈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吗 你再继续观察观察 一定能发现一些神奇的变化 爸爸说 很快,阿布真的有了神奇的发现 嗯,妈妈的魔法肚子会动哎 更神奇的是 魔法肚子里的小宝宝听得到外面的声音 所以一家人每天都会给妈妈的肚子放音乐 爸爸和宝宝一起跳草群舞 阿布和宝宝一起跳迈克杰克逊的太空步 妈妈和宝宝一起跳小天鹅 阿布一家会定期和小宝宝视频通话 小宝宝还会传来一张自己的照片 魔法肚子里的小宝宝真是太神奇了 我也要送他一个哥哥的礼物 阿布递给妈妈一个苹果 阿布又递给妈妈一杯水 阿布每天都期待着小宝宝的到来 嘿 快快出来吧 小宝宝 没有人听到阿布说的悄悄话 出了妈妈肚子里的小宝宝 也没有人知道小宝宝因为听到了哥哥的声音 真的准备快快出来了 好啦 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哥子姐姐点赞哦 小儿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 哥子酱讲会一本 哥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小宝宝